所以他不能等同 他不是等同于说 不是等同于说他是物业 不能这样讲 property本身包括的东西很广泛 那又相当于是财产的老师 是不是这样子的 产业 就是他所有的财产 所有规则的有的 都是规纳 也不完全等同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有的产业比人家更多 现在人还有私人小飞机对吧 那时候的人谁见过私人小飞机啊 那这个词就是房地属他的都是可以归到这个词上 property 对没错 那么就是物业公司可以把它就是按照那什么房地产没修那么那么写是吧 比如说发音就是物业公司 你现在要什么 你想要知道房地公司怎么说是不是 对对对谢谢 OK 这个是real estate 房地产 real estate real estate 我们家的company 不一定 因为你不能这样说 因为人家从事的产业可能很多种 我还我卖房地产我还建卖小飞机呢 嗯 我还建卖地皮 我还建卖盖好的房子 所以 这个是很可以很有创造力的 他要怎么写是他的做法 他很多公司他写management company right abc management company 你这不是管理什么顾问 你不能一个字对一个字的去翻他 不能这样子 有的人只写abc real estate company 那你字面上看是房地产 是吧 但是房地产里面如果那股仓里面放了个旧的小飞机 我能连那个也也接着卖啊 所以real estate management 或者是有的人real estate in management company 我不只是卖买卖房地产 而且我还兼管理 你有钱人对吧 大老板你买了房地产 你没时间管 我帮你管理 我跟你收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的物业 所谓的物业 根本就是借机收钱 那个什么电梯里卖小广告 他也收钱 你的水管坏了 他不管或怎么样 它是不一样的情况 但是在美国很多时候real estate in management company 所以他有可能是管房地产 他房地产买卖完了以后 他肯定的帮你管 你这有钱人 你是住在virginia OK 你住在另外一个州 你没有时间管理加州的房地产 我帮你管理 我一年收你 比如说五千块美金 我帮你管理 这个这个房地产上的这些收成 或这些东西 如果这个就范围就非常广泛了 如果这个买的是个农场的话 这农场里有50头牛 30头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我帮你去处理 让他得到最大的效益 我也许把这50头羊 找人帮你看 帮你放羊 然后生了多少个小羊 或者是羊奶 我还帮你卖出去 这个很复杂 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不是你想的物业 这样子 对老师你说的针对 在国内的话 就是这些收钱 对 对 那美国人也是很会赚钱的 可是要看这个产业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这个产业是从你八代子 祖宗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个古堡 或者是一个什么古宅 也许我给你开个 我有个生意的头脑 帮你开个什么 帮你开个博物馆 我帮你开个博物馆 然后我收门票 大家都来看 对不对 这有可能啊 所以有很多种做做赚钱的方法 所以总的来讲 management 我帮你管理 所以 这个东西可以生意的点子可以非常活络 不会说 A就等于A B就等于B 一个扣一个扣 因为国情完全不同 因为国情完全不同 能够赚钱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法律也完全不同 在美国如果电梯里面贴广告 什么物业公司还兼赚钱 这是犯法的 所有的人马上就会把他告上 这物业公司明天就关闭了 立刻告他 他们绝对不敢这样做的 如果是一个住宅区的物业 就是讲一个大楼 我们这里面有30户 50户的话 绝对没有人容许你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贴那个贴纸 弄个小广告 绝对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任何一个物业公司 管理顾问公司说 我每个月 比如说交170块钱 然后我水管破了 你们没有人来修 这可马上会被告的 明天你就破产 所以两边的国情不一样 然后中国人跟美国人 对于这种事情的容忍程度 完全不同 是吧 对 对啊 我们住楼 电梯还有电梯被呢 我们回家还登电梯 还得收钱 电梯 那不然怎么样 叫人家走楼梯吗 那我们住房 我回家 我回家 我不是应该的吗 那我怎么还得上楼 我还得花那电梯钱 所以啊 考虑名目呗 如果今天我70岁了 住在这个大楼里面 你跟我说 你要花这个 收这个电梯费 然后我因为没有交电梯费 我走楼梯昏倒的话 送到医院里去的话 你会把你们公司都给告倒的 你放心好了 在美国这种事情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你要你这个管理公司要提供人家回家的途径啊 是不是 我住在第57楼 你让我爬楼梯上去吗 我70岁了 80岁了 我当场倒在楼梯上 我会告诉你 你们家三代都完蛋了 跟你说 老师他是告这个物业还是告这个电梯的公司啊 我每一个都给你告 我78岁了 我昏倒在楼梯上 你们这些人 OK 你们让我的心脏病发作 每一个人我都要告 这这告不完啊 这个我可以收一大笔钱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我都要告 那个谁管这个电梯的钥匙的 OK 谁管这个管理这个电梯的 哪个经理叫什么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全一并告上去 全部告 看谁有钱 到时候从谁那里就可以刮下一层油来 这是攸关生命的问题 所以国情不一样 认知不一样 然后容忍程度完全不一样 对啊 我少着他家住二三楼 有一天电梯停电了 哎呦 我最厉害给他招 我被关电梯里了 我告诉你 那种电梯出事情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电梯的 定期的这些管理 修理的这些公司 全部都会告上去的 你上一次修理是几月几号 当时有发生什么状况 什么什么东西 你换了什么零件 你做了什么东西 全部把你告上法院 你一样一样探出来给我们看 告诉你 绝对告诉你 的这些人 这些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